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车爬了他的头 他就是这个语言呢 一摇车窗吐一口痰 找坟地呢 所以今天我就想咱们聊聊坟地 聊聊坟地 坟地呢我现在给你们看一对 说现在这个老百姓就聊什么呢 就是阴宅房地产 阴宅房地产北京的几个公墓 0.5平方米的墓地 这就算是小的了吧 太小了 你看这个掌势 反正现在是45800半平米 万安公墓呢 2002年已经2万块钱了 然后呢 现在最小的一平方米啊 万安公墓 21万呢 21万多元 福田公墓是 这还算普通墓地啊 现在已经9到10万元 所以你看中国真是喜欢地产 是不是 阳宅限购就来抢草阴宅了 不是而且现在还争议什么呢 这当然现在还等待这个政府部门解释 但是咱们不是租屋墓地啊 说好像20年之后还有个续费的问题 这不是永久的 那不是永久 跟你的房子一样嘛 那不是永久的 所以我说啊这个坟地啊 咱们这个陈老师啊 据说是对坟地特别有研究 没有 那没有 拍了几万张照片 所以要没有没有几万 几百张 你先跟我们说说秋月峰的这个墓地 秋月峰对 呃 因为我早先写过一篇 这讲秋月峰的散文给他儿子看到了 嗯啊 呃就在0304年 你知道秋月峰 我知道当然 知名配业人 对他找到我 他说我父亲要从苏州迁藏到上海 嗯啊 你能不能帮我父亲设计墓碑 那我很受宠 但是我说我不会设计这些东西 我我我我得去看 嗯 那么我每年不回纽约探亲看母亲吗 呃我就呃花了大概一整天的时间 有个朋友开车陪我 呃找了几个纽约最大的墓地 然后拍了几百张这个呃 墓碑的照片 然后最后综合了两三个 我觉得合适的 对于我我认为秋月峰在这样的墓碑合适 我就设设计了 你给他设计的主要是有什么特色什么概念 呃不好说 他是有有点倾斜一个像像像一本书这么摊开 有点像个乐谱 但是是略有点波浪型的 嗯 但是据说后来看见这个墓的人说 我我们的加工还是做不到这么这么这么到位 嗯 不还不是戏 就是这个形很准确 嗯 这个尺度把握得很好啊 所以我就眼不见为尽 我知道就没去呃中国的呃很多定见 你等你拿到都跟你一开始不一样的 嗯 哎 但是你看啊 这个墓地啊 嗯 要这么重视吗 你看现在说很多人这个弄这个墓地啊 呃 有些人就说了说这普通人死不起 嗯 他们说也不是嗯 就是说你普通人是不占墓地的 是吧 现在很多大大大多数人吧 就这个骨灰盒嘛 对对对吧 就是放骨灰盒的地方 嗯 你觉得墓地这个东西值当的 其实你问我我当然也觉得不知道 死了就死了嘛 人死如烟灭 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佛教徒来讲 你就轮回转世 就是这尸体算什么东西 嗯 可是 我是我们在香港 我们有一群佛教徒正在推动一个运动 嗯 现在也有人在做 这个挺有意思的 是什么呢 就香港地不是更小吧 你想想看 对 香港楼价那么高 嗯 你要土账那怎么成呢 所以香港早就不准土账了 早 老早就不准土账 都火化 那火化之后 这个骨灰怎么处理呢 香港现在炒什么呢 也在炒一种房子 他不是墓地 炒这个骨摆放骨灰的灵位 啊 你知道吗 就有些地方专门存这个骨灰灵位 嗯 弄得像个庙啊 跟道观似的 嗯 然后这么一个灵位摆进去 就这么一个一个小盒子啊 嗯 港币数十万元 啊 得这么高 那后来呢 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一个什么东西 叫植杖 你们听过植物种树种树 哎这个我可以参加是吧 然后我们呢就在一个香港许多的寺庙所在的一个山里头 很漂亮的一个山谷中间 我们有些师傅呢 在那种了一堆树 很漂亮的树林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骨灰撒到那个树根附近 嗯 然后大家果然就变成了肥料去滋养这些树林 这叫植杖 很美对不对 听起来也 某棵树底下有个人 对对对他也不是就大家骨灰都在那了吗 就等于滋养 2008年有过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忘记了 有个学者还提出庞大的一个考证和设想 说中国西部大量的 哦对我听过我听过我听过这事 开放给全世界 而且是开放给全世界 是没错 全球全球物账产业 我还为了这个写过一篇 在南方周末自由团写过一个一个一个 是我记得 中国西部广大地区 我听到动议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坟厂 先一个是赌厂 对对对 你说到美国 你不是拍了好多照片吗 对 我正想问问你 你看现在中国前一阵 不是温州有个人还出来道歉吗 惹起这个痛骂 说给他妈做这个这个丧事 包括这个坟 弄的那家伙跟个豪华陵园一般 现在中国你平常在路边走 有时候能见到 有钱人弄的这种陵园 不一样 跟美国你见到的这种 你认为比较有范的这种木 它有什么分别吗 我只见过上海的一个公墓 叫万国公墓 就是鲁迅去世以后 就先葬在那里 然后今天宋庆龄的墓也在那里 据说陈一飞的墓也在那里 因为有点身份才能进去 但是我小时候见到 是万国公墓的原来的样子 完全跟我在纽约和欧洲 见到的公墓一样 上头有天使的雕刻 耶稣或者圣女种种 完全是到上海一群外国人和西派人 人士去世以后的一个墓葬 厦门古浪语也有一个类似 有个作家叫金蚁 张金蚁 他的墓也在那里 周旋的墓也在那里 周旋 我小时候我父亲会骑的车 带我们小孩出外 经常去墓地 所以我小时候印象很深 但是我亲眼看见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 我骑自行车经过那儿 就是现在的虹桥开发区 热闹的一塌糊涂了 当时就是乡下 就全部被破坏 树全部砍光 然后墓碑砸烂 就是像看过去就像一堆废墟 这1966年 所以现在又变成墓园 一定不是原来的规模 也不是也不完全原来的地点 它加在很多高楼当中 是有一个墓园 而且路标证明 这个比方宋庆龄的墓在那里 我就没再去看过 你看像你说的这种 这个什么好像说人死了 一个春梦不留痕似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名人 我怎么觉得我很有兴趣 去看他们的墓 就像有一次我看陈老师 是在地理杂志封面上 那是在俄罗斯去托尔斯泰的 对 那个墓 我当时看就是一小堆 这个绿色的灌木 对 你说它能让人产生很多 是草是吧 那根本是 就是草 我说它是个生态的墓 大概就跟这个桌子这样 宽 还窄一点 再长一点 每年用博业 我相信有农夫很专业的 把它弄上去 你还拿不走 又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交织在那盖住 就这是我建过 但我建的有些 我建过最朴素的一个墓 但是呢 我去年到彼得堡的时候 又在另外一个公墓 在一个修道院旁边 很著名的公墓 名字我忘了 我看到了 多斯多耶夫斯基的墓 采口夫斯基的墓 鲁宾斯坦的墓 莫索尔斯基的墓 几乎白银时代 最重要的这些文艺家的墓 二十多座 都在一个墓园里面 古书参天 然后跟我在维也纳 在法国看到的公墓 是完全一样的 俄国人当时也很细 就是我就想起 托尔斯坦那个墓 在他自己老家 就这么孤零零树林里面 这个草墩子 就这个样子 我原来以为朴素 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就他非常骄傲 非常骄傲 他不入这个火 他就自己要这么朴素一个墓 而且知道 I'm here 你们来看我就这样 所以你们那帮人 你们去一堆盖豪华 我不知道他这样想过没有 但是他的效果是这样 因为他小时候就说 听大人说那是个神话 你可以找到一个魔棍 就在那块草地上 他当时说我死了 我要葬在这儿 就是年少年时代 或者儿童时代 就那么一个念头 结果80多岁死了 他就葬那儿 去年正好他逝世100周年 所以我看你写的时候 我就觉得绝对是一个很震撼的景点 所以你看名人的墓地 虽然我们都说墓 在我看来人死了 管他了对不对 但是名人的墓有个好处 能成景点 事实上很多人喜欢去那种墓地旅游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个老师是搞 就是搞海德格尔的做哲学的 他就有个嗜好 他是个业余摄影师 摄影的还不错 他就全世界到处去旅游坟场 去任何地方 他的旅游景点是以坟场为路线来规划 然后去拍 那么拍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坟场的状况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西方很多人都是把坟场 当成一个景点 避看的 反过来 你觉得有没有想过 就中国人比较少说要去坟地旅游 当然我们有陵墓 对十三陵这个也有 或者有些很特别的名人陵园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去看 他会成景点 这个名人的陵墓变成景点之后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能够 你起码有个机会想一些东西怎么样 但是我遇到一个特别可笑 可乐的事 我去年四月去杭州 然后首先我就去岳王庙 我好久没去过了 再回去看看怎么样 结果我一开始有个岳王 对不对 岳飞那金钟报国 那中国人民就很崇拜 很了不起 没想到这就闹得像个闹事一样 然后最妙的事就在岳飞坟 两边有神兽 大人小孩纷纷骑在神兽上拍照 然后抱着墓碑这样 我想这够牛的 那后来算了 那闹我就沿着湖边又走 走到张太炎先生墓去看 很漂亮 很漂亮 很难记 后面几棵大树起来很庄严 然后没有游客 但是一到门口就逗了 门口一帮游客有导游带的 这里头没什么好看 我们走吧 那是谁啊 这是张太炎的墓 然后有人会说谁张太炎啊 后来听到人群中有人说老革命家 没说错 没说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天咱们说 其实中华民族 他说日本民族是叫什么悲感文化 中华民族是乐感文化 喜感 喜感 是吧 你看他办阴间的事 现在我看那个新闻 武汉 你知道吗 武汉的祭祀用品市场 惊献阴间结婚证 就是花50块钱 把你们家死者跟蔡依林搁一块 你看照片 咱们导演看看 张曼玉 这是跟张曼玉 还是那个少相那时候张曼玉 扯一结婚证 让你爹就死后圆了这个 结婚证字号还是联合国 两个50块钱 姓名父亲大人 没对 就是这个 而且呢 还有的给自己的这个死了的 这个爹啊 就弄一二奶 烧了 二奶 我觉得这是中国穷人的梦 没有 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在台湾啊 嗯 现在台湾还有这习惯 小我小时候在台湾更厉害 我们叫电子花车 嗯 什么叫电子花车呢 是这样 就台湾人呢 出病了 喜欢搞得很热闹 也是又是车 车水马龙的 然后呢 后来出现电子花车 就一个车 就像花车巡游一样弄的那样子 然后上面有人跳舞啊 哔哩巴的 后来出了个什么呢 就凡是家里头死的先人是男性 就请托衣舞团 嗯 就在车上跳 然后后来呢 就觉得当街上人看的不好 于是就围着这个棺材停在一个林车上 是吧 这棺材四周 用布幕围起来 里头一群托衣 托衣舞女郎呢 就围着那个棺材跳 待会关灯停进来 顶进来 风白喜事 你说这事 我想起你有会说这个王安逸 有个小说 就是说阴间 有篇很动人的小说 但是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 没人见结婚 不是 不是 这个传统是渊源流长 就是我的老家在广东台山 然后我父亲是独生子 但其实他有过一个弟弟 婴儿时代就死了 那个年代是常有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我十岁左右 我父亲带我回村里探亲 我奶奶就希望我把我迫寄给那个死去的我父亲的 就是我的叔叔 因为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 他就放了个机在厅堂里面的弄了点香 让我去拜一下子 然后我就看我爸爸 我觉得他不要我了 但我爸爸好像是去去去 我就明白 只要聚过宫位 不刷过香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十岁时候过季 给我早就死去的那个叔叔 做他的儿子 做他的儿子 这我经历过了 但是王安逸的小说 太有意思了 叫天仙佩 题目就叫天仙佩 是他不被注意的一篇小说 就是北方一个村子 没水挖井 小伙子下去 结果没操作好 光荡死了 压死了 十八岁 十八岁 那村长就觉得很对不起老两口 而且是个独生子 那埋了 埋了以后呢 就一直商量 怎么给他配一门殷勤 忽然想起来 说咱们村里抗战后期 有一位走丢的八路军小姑娘 十七岁左右 就赶紧找到这个小姑娘的目的 就把骨质取出来 就跟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 葬在一起 写上两个人的名字 那村长在老头老太那儿就有个交代 你儿子死了 那我们殷勤也配好了 也给娶媳妇了 圆满了 但是有一天一个吉普车开来了 村里从来没来过 省里有干部来调查 说省委书记还是谁 一个大官 想念他小时候的女朋友 问问这一代 能不能找到他的墓 有意思吧 成了人家的阴间媳妇了 有意思吧 最后老头知道村里有言不好说 说咱们出去走走吧 意思就是说你带我到墓地去看 到墓地去看 村里人都跟着 然后他就手里拿出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的照片 然后老太太就认就有一个老太太就哭了 他还记得这个小孩 所以村长知道瞒不过了 终于交涉好了以后 又有一天四辆吉普车开向村子 就是他停在村外 他尊重村民的感觉 就派人下来 就把起出来的女孩的骨质带回去了 后面一句非常好 那个村长说 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里 那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现在跟这个白发长长老干部带走以后 忽然在姑娘老了 说是 我很感动 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个小说 我就问王爷 我说是你虚构的还是有故事 他说这是我在山东听到一个故事 他说我告诉你虚构的永远没有真事好 但是这里面的心理过程种种这些 当然是他写的 这拍部电影多好 没错 而且你看中国人的生死 中国人是真是 死后还是现世的那些事 这个真的是就是你像我他说这我就想起啊 就是有一个外国学者研究这个丧葬文化 就发现这个特点就说是中国人他研究这整一套啊 就是说他们还是要在死后啊 把活着的时候的那些的关系计较还是这个行礼如仪给你延续就是你完全死了跟活着一样 是谁啊 你我有一次去哪儿是柳如氏最后是在哪儿是长鼠 对长鼠对吧 你看我都看这些都有意思 他柳如氏铭记最后给钱千亿给收了 是但他是做妾 是 我说看柳如氏在哪儿呢 先看见就一座孤坟 嗯 这就一座孤坟 然后呢大概走过50米左右 再一看钱千亿那儿呢 三座坟 钱千亿呢在这个这头 然后可能这个钱千亿的父母亲是一头 钱千亿的老婆 原配又是这一头 但是你看呢 柳如氏呢 他们是一排 柳如氏就在他们的 离他们远渊的 但是这个位置是刚刚都有前方 似乎又能跟最远端的钱千亿啊 嗯 又能够相望 配一条线 但是中间隔着他的父母亲和他的大老婆 嗯 哎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琢磨过 你说这个人呢 对你看以前呃香港啊也有像大陆一样 就烧着很多东西给仙人吧 对不对 香港还一直没断过这个传统 嗯 那烧到今天呢 他们已经讲究到什么程度呢 我在香港正好上来北京前几天经过家电 看到有iPhone4 iPad第二代都出来了 然后这个什么你想的出的新玩意 他都已经做好了 你说香港我想起这哪年香港一个著名的事 就说香港人按说挺专业的 对吧 就可见这个墓园管理啊 是多么容易出混乱 有个孝子就开始哭了吗 那个报纸就登出来了 说拜了38年 拜了别人的爹 拜的一直是 你说香港的牧场啊 香港有一个香港仔的那个牧场 也在中国现在是很有名的 为什么因为蔡元培先生藏在那 他那个墓就很平常 就在一堆的这个墓碑中间 那那个你去到呢 你就感觉特别好 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刚才我们说很多名人的墓啊 也许都有点特别 好就好在他太不特别 嗯 你得找 你得问 他就在一群人的墓中间 蔡决明先生之墓 然后这是真了不起 这是北大思想最偏激 最该会商的人啊 嗯 就就这样在那 真正你刚才说到景点 去年我忽然撞上了梁启超的墓 就在北京郊外的植物园 还真不知道 咱们一定得再去取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墓 是梁思成设计的 哦 然后在他的墓的近侧 还有梁思成的哥哥 好像是另一位梁家的后代的墓 也设计的非常好 这是我见过民国人物最好看的一个墓 就在植物园吗 就在植物园 多不多人去啊 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 我跟你说 所有这些历史名人 尤其是清末名出的 呃 很冷清的 没有没有人去的啊 我自己特别想去拜谁呢 董奇昌的墓 嗯 在哪啊 呃 董奇昌的墓 就董奇昌这么一个伟大的画家 要搁的西班牙 或者法国的不不得了的事 这据我一个去过的朋友说 就是在无锡的一个荒草丛中 你好像听人说过 荒草丛中 他是松一堆草莫了 哎 他是松江人 怎么会给葬到那去啊 我我因为没知识 我我我得了解一下 对啊 因为我太喜欢董奇昌了 所以我我想去看看他的墓 哎呦 所以啊 咱这个应该去游冷清的墓啊 呃 这个咱这旅游景点都是热闹的 对 但这也有点好处 怎么讲 你比如说像 外国有一些名人的墓 是相当集中 非常热闹 像伦敦西敏寺 嗯 那当然也是很有气派 嗯 你进去真是一个一个人牛顿 然后这样就一路数下来 他就在地上 对 他很而且很壮观 很漂亮 嗯 但中国这些名人的墓呢 我有 我觉得有几个好处 嗯 一就是好你当旅游景点看 一他真冷清 嗯 你越冷清 有时候你你你你越近 其实那个气氛更好 嗯 二呢 就是他太偏远了 嗯 几个地方散开的 他那么一散之后 你得找 是不是 我我记得你现在现在大家都说尊孔嘛 嗯 20年前我去祭孔啊 去屈服 嗯 那时候其实没什么人去的 嗯 进入孔林之后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问附近哪有香买 嗯 还折腾半天才找到香给孔子上香 嗯 这么一说啊 还真是应该去寻觅一下名人的这个目 平调 平调 中国文化里不得了 真的是 真的是 但现在好像 现在都是凑热闹 对 现在不平调 凑热闹 对 但是 当你